《财经角度看世界》 引进先进技术 装备 南非缓解缺电的难题 高昂关税打击了美国农业 碧根果农民恐怕会面临巨大的损失 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遭遇到了洪灾 高温天气 极端天气 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波动 电力紧缺是很多非洲国家 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南非因为设备老旧等等原因 传统的发电设备 已经不能满足用电的需求 而凭借着从中国企业引进的 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一流的装备 南非的缺电难题有望得以缓解 近年来提供国内近95%用电需求的 南非国有电力公司频频拉闸限电 以应对不断凸显的电力短缺问题 南非种族研究所的报告称 若南非经济以3%的速度增长 那么南非在2030年的电力缺口将达到18000兆瓦 为改变电力短缺的局面 南非能源部开始推动新能源项目建设 在这个机遇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开始为当地带去清洁能源 在南非开普高原广袤的土地上 一座座中国制造的锋利发电机组拔地而起 目前的装机总容量已达24.5万千瓦 这也是中国企业在南非乃至整个非洲 打造自己绿色名片的一个缩影 说到金融国家 我们先带您领略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 几年前动画电影《里约大冒险》 在全球走红 更是让大家认识到 除了狂热的足球和热情的桑巴以外 巴西还是一个神奇的野生动植物王国 巴西是世界上野生动植物资源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作为全国国土面积第五大国 和南美洲第一大国 巴西国土面积70%以上 都是自然生态保护区 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原始森林 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 亚马逊热带雨林 来到亚马逊探秘的游客 一定不会错过与当地特有的动物 来个亲密接触 照身后的粉红河豚 就是当地特有的动物之一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豚 而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外表上所呈现的粉红色 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加深 粉红河豚繁衍生息的亚马逊河 是世界第二大长河 由船行进到最著名的河段时 人们则能欣赏到 微微壮观的黑白河交汇奇观 这是内阁罗河和索里芒斯河 两条支流的交汇处 人们戏称其为大河婚礼 神秘的亚马逊热带雨林 给人的惊喜远不止于此 其生物物种的总量 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 植物种类就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之多 走在繁茂的热带雨林中 不经意间会飞来一只大嘴鸟 或是一只长尾猴从天而降 但是最神秘的景致 一定是丛林当中的原始部落 在巴西亚马逊丛林当中 有至少66个部落在此生活 它们当中的许多部落 至今还依然保留着 各自特有的文化及生活习惯 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不断生化 西匹亚部落近年来 开始接待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游客 占巴西国土面积大约70%的亚马逊与林 还有着别具特色的风味美食 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到 有着亚马逊心脏之称的马脑斯 去品味一下那里的盛宴 在巴西亚当时我们提到亚马逊美食 一定会用品种繁多 风味独特来形容 因为很多时候厨师的选材 会让人大吃一惊 比如我现在手上拿的这道 黄木鼠泥配野生蚂蚁 就是来到这里不可错过的佳肴之一 我们现在来尝一尝 马逊的口感有一点脆嫩 在咀嚼之后 口香当中形成了一种 柠檬草和生姜混合的香气 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 当然对于口味没那么重的朋友来说 在巴西亚马逊也同样能找到 何口味的美食 如果说巴西南部人爱吃牛肉 那么北部的美食 就不得不提到各种鱼类了 这里的亚马逊河 是世界上流量最大 流域最广 支流最多的河流 水资源极为丰富 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 成为世界淡水鱼的主要产地 保守估计 至少拥有2000多个淡水鱼类物种 这个数字是美国 加拿大 和墨西哥鱼类物种总和的两倍 可以说亚马逊河 是巴西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在马脑斯 当地人做鱼的方法多种多样 除了巴西全国都常见的 煎鱼排 炸鱼排 煎虾仁之外 烤盾等制作工艺也被运用起来 加之各种不同的佐料 味道变换可谓相当丰富 再来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话题 在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当中 中国对美国碧根果等 坚果类产品征收的反制关税 也影响了美国坚果的出口 美国佐治亚州生产的碧根果有70%都销往中国市场 如今关税的成本正打击着那里的农民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许多的不稳定因素 佐治亚州是美国碧根果的主要产区 这里每年约生产4.5万吨碧根果 占全美产量的三分之一 佐治亚的农民兰迪表示 自碧根果开始销往中国市场后 庞大的需求提升了碧根果的价格 也激励当地农民们扩大生产 并从中获益 据兰迪介绍 过去20年来 他一直努力跟中国进口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短短几个月里 由于中国对美国碧根果启动两轮反制关税 碧根果的出口关税 从原先7%飙升到了47% 这相当于每一颗碧根果 都要多交一美元的关税 这将使得其在出口市场中失去竞争力 碧根果农民成了贸易摩擦中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面对急速下降的需求以及利润 当地农民表示 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建立对话 尽快停止百害而无一例的贸易冲突 昨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 由于担心部分产品可能存在被沙门市军感染的风险 知名的国际食品商一资国际宣布 召回美国市场上的16款乐志饼干 24号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 该国食品检验署也宣布召回一款 受到沙门市军感染的饼干 被召回产品是美国非凡农庄公司的一款金鱼饼干 分别是180克和69克两个包装的产品 涉及的大包装产品的保质期到2019年的1月和2月 小包装的保质期到2019年的1月 加拿大食品检验署表示 目前还没有发现因为食用上述产品引发的疾病 或者是不适的病例 但是这家机构建议已经购买了上述产品的消费者 将问题产品退货或者是丢弃 不要使用 最近希腊遭遇到了近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火灾 据希腊消防部门透露 截至到目前大火已经造成了至少74人死亡 187人受伤 其中10人生命垂危 而其中的一半以上的悲剧发生在马蒂小镇 这里是马蒂小镇上最接近于海滩的一条道路 在23号下午发生大火之后 在这个地点不到200米的范围之内 一共至少有30人遇难 当地居民介绍 23号下午大约4点钟 住在西面高地上的居民看到山火袭来后 大都选择就近驾车 从通往雅典的马拉松大道逃离 而一些住在山路上的居民和海滩附近的游客 则选择驾车涌进这条可以通向一座小港口的道路 但小港口岸上的非正式停车场 只能容下不到30辆汽车 而蜂拥过来的汽车超过150辆 再加上路面狭窄 这段200多米的小道被堵得水泄不通 当时顺时锋利超过9级 火蛇很快从多个方向狂扑过来 道路两侧的树木和建筑开始迅速燃烧 很多人意识到应该汽车逃命时 却发现周围禁火蛇和浓烟已经很难分辨方向 当地政府官员称仅在马蒂的一家海边餐馆中 就发现了26具遇难者遗体 目前希腊已正式要求欧盟帮助灭火 除人员伤亡外 还有多人在火灾中失联 百鱼状房屋和200多辆汽车被烧毁 记者采访时 救援团队还在继续搜寻周边失踪者 23号火灾发生后 希腊海岸警卫队在这里的海湾附近 搭救了70多位被困居民 现在这些居民已被转移 安置到了其他城市的宾馆或军营 此外 雅典以西约50公里处的 格拉尼亚山南路23号 也发生森林火灾 受威胁的居民被迫撤离 至少160名消防员和10架消防飞机 参与灭火 几乎与此同时 雅典南郊的卡拉莫斯一带 也发生森林火灾 当地居民被迫逃向海边 目前仅有卡拉莫斯的火势得到控制 希腊内务部部长表示 起火点和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不排除有人为纵火的可能 24号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宣布 希腊全国将为那些在火灾中 不幸遇难或失踪的民众挨道三天 并呼吁希腊人在这一困难时刻 保持镇定和团结 由于高温干旱 希腊每年夏季都面临着巨大的防火压力 2007年 希腊全国多地发生山林火灾 造成约80人丧生 英国最近在经历着持续的高温天气 23号 萨夫克郡气温一度达到了33.3度 而天气预报显示 本周气温仍然将会继续走高 这给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持续高温的影响下 位于伦敦的大联合运河内 枣类大量繁殖 远远望去 水域基本被枣类覆盖 仿佛铺上了一层绿毯 为了防止水中的氧气减少 导致鱼类窒息死亡 当地政府派出船只 对枣类进行清理 在威尔士 多处海边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据了解 这是一种生物发光现象 是在发光浮游生物受惊扰后 通过体内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 将化学能转化为光能的过程 科学家认为 威尔士近期频繁出现的荧光海现象 与持续高温天气密切相关 此外 持续的高温天气还加重了旱晴 据了解 在英国南部地区 已经几乎两个月没有降雨了 这可急坏了奶农们 由于奶牛只能吃到甘草 获取的水分有限 预估算 牛奶的产量 减少了大约15%到20% 除了英国以外 日本和韩国等等很多地方 最近也持续高温天气 24号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 大约有2.2万人因为中暑被送往医院 其中65人死亡 韩国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 突破了40摄氏度 不断地刷新历史记录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24号说 在7月16号至7月22号的一周之内 全国因出现中暑症状 而被送医的人数 达到去年同期的3.1倍 其中近半数为65岁以上的老人 过去一周内 因中暑而被送医的18岁以下青少年和儿童 也有近4000人 此外 暴雨灾区的中暑者也明显增多 在重灾区广岛 岡山两县 过去一周内因中暑被送医的人数 均达近600人 日本气象厅预计 这样的酷暑天气 可能将持续到8月上旬 呼吁人们减少外出和运动 在室内也尽量使用空调 并注意随时补充水分及盐分 近日 韩国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 不断刷新历史记录 气象厅针对全国内陆城市发布高温预警 韩国KBS电视台的记者 在暴晒下的汽车里进行了一次试验 在门窗全部关闭的车内只需20分钟 温度就上升到了35摄氏度 试验开始35分钟后 车内温度达到50摄氏度 试验开始约一个半小时后 直接受到阳光照射的仪表台温度 高达82摄氏度 放在上面的一拉罐也因高温变形 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介绍 截至23号 韩国重属患者达到1193名 其中11人死亡 持续高温也对韩国的家畜养殖 造成了影响 据韩国农林续产食品部介绍 截至23号上午9点 共有125万只家畜因极端高温天气死亡 财产损失达84亿韩元 此前韩国政府17号发表数据称 共有79.2万只家畜因极端高温天气死亡 仅时隔6天 死亡家畜再增加45.9万余只 韩国农林续产食品部表示 据气象厅预测 极端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上旬 损失规模将进一步增加 据老挝媒体报道 老挝南部的阿苏坡省一个水电站 23号晚上发生了溃坝事故 已经导致数人死亡数百人失踪 附近6个村庄被淹没 超过6600人无家可归 据悉发生溃坝的水电站 位于老挝首都万象东南 约570公里的阿苏坡省萨南赛县 主要由韩国公司投资建设 原计划2018年投入商业运营 当地时间23号晚 再建的大坝发生垮塌 50亿立方洪水在几小时内下泄 目前老挝政府已将有关地区 定为国家紧急灾区 24号一早 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 取消了政府例行阅渡会议 带领多位政府官员 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 老挝政府已在第一时间 派出救援队船只和设备 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 并向全社会广泛募集 衣物 食品 饮用水 医药等物资和善款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 24号发布通知 提醒中国公民近期 谨慎前往老挝南部阿苏坡省 今年雨季老挝降水量大 河流堤坝水位较高 亦发生危险 在老挝的中国公民和机构 应该密切关注当地天气情况 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 保护好人身和财产安全 进入7月份以来 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都遭受到了强降雨天气 很多地方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另外同时 这也给依赖农产品出口的 很多东南亚国家 在经济上带来了压力 来听一听CNBC财经评论员 陈倩在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具体的 农作物损失数据 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 来看一下钱家的影响 首先洪水和天气灾害 对农作物产量带来的损害 是引发了近日 多个种类的 大宗商品价格上的活动 比如说大米和甜玉米作物 是东南亚受洪水破坏的 重要资产之一 柬埔寨 老挝 菲律宾和越南 在近日来遭受到的暴雨 毫无疑问将影响 当地的农作物产量 而部分地区的洪水 可能只是挑战的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的高温天气 可能将使得今年的秋季 进入鄂尔尼诺状态 持续引发农产品的损失 因此目前为止 不少国家因为天气上的担忧 已经是下调了 今年的农作物出口规模 比如说泰国就预计 今年对大米的出口量 可能会回落到950万吨左右 与2017年相比有所下降 那这也是因为对气候的担心 认为将影响到稻米产量 而在全球范围上来看 如果接下来在今年 我们迎来鄂尔尼诺天气 那么东南亚地区 可能之后会遭遇干旱 那么浙江会利多棕榈油价格 那在澳大利亚 如果遭遇少雨干旱的天气 这会利多小麦价格 如果印度遭遇干旱 这将推高白糖等产品的价格 而巴西的降雨量 将推升大度价格 除此之外 阿根廷如果出现暴雨 则有可能会推升 玉米和小麦的价格 那么这些价格的潜在变化 是因为产量下跌 出口下滑使得价格上涨 那在同时 也有风险分析评估公司 指出极端天气 将在社会生产效益中 持续带来经济损失 那这被称之为是热硬机 是指如果环境温度持续的升高 人或者动物的自然调节 会出现健康和生产力上的影响 而数据预估热硬机和气候变化 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3000亿美元 其中因为热硬机 而蒙受最大劳动能力损失的是东南亚 那如果极端天气平线 那么预计到2045年 东南亚的劳动能力减幅 将达到16% 其中新加坡的劳动能力 大约降低25% 马来西亚24% 印尼降低21% 费率冰降低16% 那么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地关注 天气情况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 全球变暖会导致冰川崩裂 向其他地方飘去 最近一座巨型的冰山 飘到了丹麦格陵兰岛附近 使冰山附近的伊纳苏特岛上的居民 保了眼福 但是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这就是格陵兰岛西部伊纳苏特岛附近海岸 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以及附近的航船来说 冰山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但这一座巨型冰山 还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伊纳苏特岛上的小村庄 有大约170名居民 在村庄的任何位置 人们都能看到这座巨型冰山 据估计这座巨型冰山 重达1100万吨 露出水面的高达100米 从冰山这一侧看 这座冰山已经有部分冰块崩塌落入水中 如果有大的冰块落下 就可能会引发海啸般的巨浪 淹没这个小村庄 这几天这座冰山稍微向外移动了点 但危机并没有解除 人们希望在27号涨潮时 这座冰山能够漂浮起来 并漂离小岛 如果到时冰山没有漂离 潮水反而会使冰山像这样晃动 增加崩塌的危险 专家表示 他们无法确定这座冰山的到来 是否与全球变暖有关 但全球变暖带来冰山四处漂浮的风险 正在不断加大 正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财经事件和他们相关 今天您需要认识的面孔是 保镖打人事件继续发酵 马克龙面临上任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专心投入白宫事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 关闭同名的时尚公司 当地时间的24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办公室主任 接受议会质询 对马克龙保镖打人仪式做出了回应 而贴身保镖打人事件 已经波及到了总统马克龙 成为了他上任以来 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 当天马克龙的办公室主任 史特尔佐达 在接受法国国民议会 法律委员会质询时表示 打人的保镖贝纳拉 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 享有高额月薪 同时否认贝纳拉搬进一处 300平米的寓所的报道 法律委员会的成员们则认为 史特尔佐达在有些问题上 仍含不其词 据了解 在被问到打人的保镖 作为总统贴身护卫 是否享有特殊津贴时 史特尔佐达并未给出明确答复 此外 保镖贝纳拉的直属上司 和具体工作职责仍不清楚 据路透社报道 总统马克龙24号 对党内成员表示 自己对保镖打人事件 负有直接责任 应给法国民众一个交代 此前外界批评称 马克龙政府在处理 保镖打人这一事件上 反映之后惩治措施过清 有分析指出 保镖打人事件 已经成为马克龙上任以来 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马克龙本人的支持率 也降至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悉 贝纳拉5月1号被拍到 在一次游行活动中 头戴警察头盔 殴打示威者 视频被曝光后 贝纳拉总统保镖的身份 被网友认出 目前贝纳拉已经被解雇 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当地时间的2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 总统特别顾问伊万卡特朗普 以书面声明宣布 终止同名时尚公司 以全力帮助父亲 完成在华盛顿的工作 伊万卡在声明中表示 经过17个月 在华盛顿的生活 自己不确定 未来是否会重返时尚业 但在可预知的一段时期 自己的工作重心 将会是在华盛顿 伊万卡的一位发言人证实 公司关闭的流程将立即启动 品牌将不再保留 员工会在数周之内离职 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 其家庭成员不断遭到指责 称其利用地位为家族获取利益 伊万卡作为白宫的幕僚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对象 虽然伊万卡自去年起 停止了对公司日常运营的管理工作 但特朗普的反对者仍要求 抵制伊万卡的品牌 美国几家线下大型零售商 也停止售卖其品牌产品 现年36岁的伊万卡 在2007年开始自己的珠宝品牌 2011年正式成立同名时尚公司 公司网站上介绍 这个品牌专为现代女性 制造时尚 经济实惠 简单利落的穿着 是一家女人为女人建立的公司 产品涵盖时装 珠宝 配饰 鞋类 家居 香水和太阳镜等 截至2017年1月31号 伊万卡特朗普服装品牌的批发收入 较上年大涨61% 达到4730万美元 据悉 该品牌服饰系列 在全球共有80余间零售商店 国际足联24号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 2018年世界足球先生奖项的 10名候选人的名单 垄断世界足坛最高个人荣誉的 梅西和斯罗再次领衔 另外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表现出众的法国小将姆巴佩 也得以入选 在这份10人名单中 包括法国队19岁小将姆巴佩 格列兹曼和后卫瓦拉内 此外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 阵中核心莫德里奇也入选 名单中还包括比利时双星阿扎尔 和德布劳内 阿根廷球星梅西 英格兰风霸凯恩 以及埃及封线尖刀萨拉赫 此次评选是根据球员 在2017年7月3号至2018年7月15号 这一区间内的表现 而最终选出来的 业界分析为 内玛尔在这一阶段 对国家队和俱乐部的成绩贡献较低 所以没有入选 过去十年间 还没人能够打破C罗梅西 对世界足坛最高个人荣誉的垄断 当日国际足联同时公布了 世界足球小姐和男女足 最佳教练的十人候选名单 其中男足最佳教练名单中 包括世界杯冠军教头 德尚 克罗地亚主帅达利奇 上赛季带领黄马 赢得欧冠冠军的其他内等 各奖项最终获奖名单 将于9月24号 在英国伦敦节目 正在直播的国际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乌尤尼岩爪 在南美国家波里维亚 是世界最大的岩层覆盖荒原 最近因为患有 眼部疾病的法国教师 历时七天的时间 徒步穿越岩爪 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法国人阿尔巴尔泰西耶 今年41岁 是一名老师 在法国南特教授盲童 他自己并非天生失明 而是患上了眼部疾病 视力因此每况愈下 在完全失去视力之前 他给自己定下了 穿越乌尤尼岩爪的挑战目标 据当地媒体报道 为了让这次的旅程 更负挑战性 泰西耶选择了最长的穿越路线 全程约140公里 旅行途中 他拉着装载有水 睡袋和补给品的雪橇 携带音频 全球定位系统独自前行 另有一支紧急救援队伍 保持安全距离尾随其后 提供必要的帮助 旅途中 泰西耶不仅要克服长途跋涉的辛劳 还要对抗低能见度和低至零下15摄氏度的气温 最终泰西耶历时七天成功穿越了乌尤尼岩爪 据了解 乌尤尼岩爪位于玻利维亚西南角 绵延11000多平方公里 是世界最大的岩层覆盖的荒原 这里不仅拥有美到极致的自然风光 还是火烈鸟 仙人掌等许多动植物生活的天堂 泰西耶说 这次旅程不仅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挑战向世人证明 残疾人也能完成惊人的壮举 据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 为了帮助人们消除压力 应对抑郁症等等 格鲁吉亚最近举办了欢笑节 也被叫做大笑瑜伽 几百人聚集在一起尽情的大笑 俄罗斯媒体说 最好是在大自然当中做这样的运动 以便达到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 活动当中笑声还可以当货币来用 大笑两分钟就能够夺当一张兑换券 免费乘坐过山车 最近意大利著名的 翁布里亚平原鲜花绽放 又如披上了《灿烂的花坛》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灿烂的花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